我们这边应该是知道 这个倒数第二个这个丢针 然后这边是织了七个来火啊 1234567 七个来火 然后我们现在来丢啊 往回丢最后一次丢啊 好 这边留三针 然后到反面 第一针挑下来不知 好 丢第二次 好 朝前织一针 然后剩两针 不要管它 然后到反面来 那这个鞋口的这个丢针这边就丢完了啊 然后这边总共说要织八个来回 现在已经织了123 然后再织五个来回之后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鞋面就差不多要完工了啊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把这个后面的五个来回织完了之后 到时候教大家那个缝合那个后跟的鞋口 就是缝合这个后跟到时候挑鞋口 这个后跟八个来回织好了 12345678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鞋面的这个地方啊 除了鞋口的这个地方全都织好了 织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后跟缝合一下 缝完了再来挑鞋口 我们把这个织好的这个鞋子的这个正面朝上 朝上然后就是把它在正面对折 这样在反面缝合啊 因为这个缝合的这条跟 就这条径啊 是在是在反面的 如果在正面就很丑不好看啊 如果家里有勾针的 可以拿勾针来缝合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如果没有勾针 直接用这个吃的这个棒针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缝合的这个 这边对准一点啊 你看一下我们的缝合的时候是在这个洞眼里面 这你看 这个里面 每一个这个里面穿进去 这个边上的这一针先到